台中日系購物中心北館二七號試營運 而來自日本的海鮮丼飯名店也首次進駐台中 其中三十公分的血子魚天婦羅丼飯吸引了饕客排隊 大口咬下金黃酥脆的血子魚齒頰流香 筷子戳開金黃色雞蛋蛋液流燙而出 搭配滿滿頂級天婦羅 玩弱一秒來到日本 讓人一口接著一口停不下來 我拿到時候有經驗 他的血子魚這麼大 工作人員跟我介紹的三十公分 然後還有陣陣鋪皮很像是麻油的香氣 所以很香 過去在台北刮起排隊旋風的日本職人第一天洞名店 三十公分血子魚江湖前天洞 又被網友譽為天洞界的天花板 隨著日式大型購物中心北館開幕 首次插旗台中 試營運首日吸引民眾排隊朝聖 想吃丼飯還不只天婦羅 來自東京以華麗海鮮珠寶和文明的日本名店 同樣首次插旗台中 生食雞干貝搭配魚卵黑海松貝天使紅蝦 炫麗海鮮珠寶和滿刀在碗裡堆成小山丘 還有真雕生魚片搭配胡麻醬 魚肉細膩鮮度滿滿 色香味俱全還不夠看 甚至獨步全台還可以一凍多吃 我覺得還不錯 它最後有加入那個高湯 就是還蠻不一樣的海鮮凍吃法 每一款海鮮凍它都可以使用兩段式的吃法 也就是加入我們的日本真雕高湯 變成日本茶泡飯的吃法 拿起保溫壺丼飯注入 每日現熬的真雕高湯 風味溫潤鮮美 為香農海鮮畫龍點睛 日式購物中心丼飯拼場 陶客樂不可知 記者高於立地用盛台中報導